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白夫妇频道,我是目前 最近的小伙伴私信和我说,由吴彦祖王千元主演的电影《楚暴》上线了 而这部电影所讲的故事呢,是有一个真实的案件原型的,希望我来讲一讲 那我就去了解了一下,果然,其原型呢,就是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汉匪的张军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张军的故事 和当初讲白宝山,王强类似 这种犯下多起莲花案的汉匪,我们就不从警方的视角展开了 我们就直接来谈一谈张军本人 张军,1966年8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市的一户农民家庭 其母亲是改嫁来的,所以虽然他上面有七个哥哥姐姐 但是他们都姓薛,只有张军姓张,而他也是张家唯一的男丁 张军从小非常懂事,而且非常孝顺自己的母亲 在他12岁那年,母亲被查出得了癌症 当时病重的母亲经常半开玩笑的念叨,说很想吃一碗肉丸汤 这句话当时谁都没有当回事,因为家里非常穷,孩子又多 每天家人都在为了能生存下去,在到处的找活谋生 但是年幼的张军却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并且记在了心里 此后,他整整攒了一个学期的钱,终于攒够了五毛 然后偷偷跑到了居家15公里外的县城,买到了肉 回来后,他亲手将肉剁碎,给母亲做了一碗肉丸汤 也算是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愿 后来,初中毕业刚上高一的张军,因为家里实在太穷,辍学了 闲来无事的张军开始迷恋上了看武侠电影 最喜欢的是少林寺,并且开始自己偷偷的练起武功来 没能继续接受教育,平时游舍好闲,同时爱好习武,还总是自诩狭义 这些情况杂揉在一起,张军就成了一个十足的问题少年 他没事就会和别人发生冲突,只要有冲突就会动手 只要动手就会不计后果 就这样,张军因为打架斗狠,甚至在当地还有了一些名气 成为了当地的扛把子 1983年,17岁的张军因为打架斗殴造成了严重后果 被送进了少管所劳教 然而,在少管所内的他并没有因此改邪归正 反而开始愈演愈烈 待他欺满释放之后 当年那个给母亲攒钱奔走做肉玩的少年已然毫无踪影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恶贡狂徒 这里铺垫一下,张军犯下的所有案件均是使用的火器 有可激发的管子树枝,也有可因体积膨胀之破裂 用金属碎片商人的球体树葛 后文为了方便过审,统一描述为张军持谢商人一类 1991年6月25日,在湖南省金市市 张军持谢抢劫了一家香烟店,之一人轻伤 由于当时的刑侦手段有限,张军最终逃脱了法网 而从此之后,他发现了发财致富的好方法 两年之后,1993年4月19日,在湖南省安乡县 张军持谢抢劫了一个商人,之一人轻伤 随后在第二天4月20日,张军在逃窜时,之一人遇难 由于这次抢劫的过程中犯下了命案 张军认为还是应该到相对偏远一些的地方去 人生地不熟,跑起来方便 于是在1994年2月8日,张军在逃窜的途中 与广西的宁明县持谢抢劫了一人 致使受害人遇难,此后他就跑到了云南,安顿了下来 1994年8月10月,张军在云南省开远市作案两起 持谢抢劫,并造成了两人遇难 然而,此时的张军又不满意了 他认为云南升高路长,虽然偏远 但是交通太不便利了 虽然容易躲避追捕,但同时也不容易找到目标 相较而言,还是重庆比较好 人员密集还有山有水 工可物色目标,退有交通便利 于是在1994年11月23日,张军跑到了重庆 并持谢抢劫,致使一人遇难 由于他作案太多,我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简断结说吧,张军自到了重庆开始 就从独自作案,逐渐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抢劫团伙 这支团伙从1994年开始疯狂作案 而且多省到处流窜,直到2001年才全部被捕 所伤所害的无辜百姓将近50人 所抢的现金以及贵重物品总价值超过了600万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万元户这个词大概是在1997年才开始逐渐消失的 那么当时的600万是个什么概念 那么这个高一就辍学了的张军到底是如何成立团伙 又是如何逍遥法外将近十年的呢 首先就要先谈一谈张军的性格 张军由于从小家里很穷,母亲吃不上一碗肉玩汤 自己上不起学,所以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仇富 再加上他从小习武,打架斗狠 所以那些在他眼里算是富有的人 他几乎是没有一点点的同情和人性的 17岁那年,他之所以被关进少管所 就是因为他在路边看到了一个他眼里的妇人 当时那个人兜里有20块钱 张军为了抢这20块钱,一路追着受害人打 最后逼得受害人大冬天的跳进了河里想逃跑 然而张军没有丝毫的退让 直接也冲到了河里,将受害人拖到岸上接着打 直到受害人不再动弹 他又把受害人穿的棉袄衣服全都扒了下来 找到收费品的全都给卖了 而那名受害人差点冻死在河边 后来他的父亲病重 最后因为没钱看病死在了家里 这让他仇富的心理更加的坚固 同时也对人的生命更加的漠视 他认为有钱可以拥有一切 生命不过是体现金钱价值的手段 要么是富人以生命给他贡献金钱 要么是自己用生命去享受金钱 除此之外,一切毫无意义 所以他无论是对受害者 还是对团伙的成员 都是一样的心狠手辣 这个我们后面会具体展开来讲 而他自己抢来的钱 也从来仅仅是用来挥霍和放纵 从来没有考虑过置办一些什么产业 或者考虑如何能在未来看机会 想办法换个身份 愉快地开始新生活 他只考虑两件事情 钱没了,抢谁 有钱了,去哪玩 所以在那个警方的侦查技术 还不是很先进 破案基本需要靠走访的年代 由于张军犯下的案子几乎没有目击者 受害人也几乎没有活口 导致了他的连环案 一直没有侦破的头绪 第二,就是张军虽然文化不高 但是非常喜欢动脑,学东西很快,非常聪明 张军曾找到了一本刑事侦查教程 仔细研读并学习行真的工作程序以及方法 甚至到每个地区作案前 他都会悄悄地观察当地公安机关处理突发事件的安排 几次之后 他就大致了解了我国警方当时接警后的基本流程 之后他得出了结论 作案之后根本不需要着急地离开案发地 而是应该在案发现场就近躲藏 只要处理好事案的工具不表现出可疑的状态 警方几乎是不会细致地一一进行盘查的 即便是问到了自己 只要沉着冷静地回答 一般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于是张军在每次作案前都会提前制定计划 在哪里作案 之后躲藏到哪里 遇到警方盘问的时候 自己要说什么 自己是谁 从哪来 来干什么 当这些全都准备好之后才会动手 最终也都能以此成功地投脱 当他有了团伙之后 他也把他的这套理论交给了所有人 他要求所有人作案之后 必须立刻分散 独自撤离 并对如上的方法熟练掌握 严格记住每一项准备工作 并提出 任何情况下 无论抢的多少 是否成功 都要把安全逃离视为第一目标 之后的一次作案中 团伙内的一名主犯 在作案后潜伏在计划位置 躲避了三个小时 成功地避开了警方盘查交通要道的黄金事件 当警方开始更大规模地开始跨省追踪的时候 这名主犯才刚刚开始动身 结果一路有惊无险 成功地逃脱 张军的学习领悟赋予了他团伙非常强大的反侦查能力 这也是警方一直没有抓到他们的原因之一 第三张军的家非常多 而且团伙成员的关系非常紧密 张军当初在云南的时候 曾经到某封尘场所 结识了正在坐台的严敏 严敏本是重庆福龄人 早年结了婚并有一个女儿 离婚后为了养活女儿 跑到了云南做小姐 张军出手阔绰 一看就是妥妥的有钱人 而且对严敏温柔体贴 几次生意之后 严敏觉得这个男人可以成为一辈子的依靠 张军在得知严敏打算以身相许之后 找借口和严敏借了一万块钱 因为张军其实在老家早就结过婚了 所以没有办法再次结婚 有了这一万块的高额欠款 严敏根本不敢离开张军半步 即便他不同意结婚 也没有办法让他一走了之 于是成为了他的长期情妇 随后张军跑到了重庆 严敏自然也就跟着他回到了家乡重庆 这个时候张军突然一改面容 给严敏讲述了自己的发财致富之路 并要求严敏做他的帮手 陪他一起作案 如若不然就灭他全家的口 于是自1995年开始 严敏成为了张军的第一名团伙成员 开始跟着张军在重庆做起案来 并且由于其之前一直在云南生活 他对边境的情况比较了解 张军团伙后来使用的蟹 有很多都是由他来买的 当严敏的双手也沾上鲜血之后 张军突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如果想在重庆这块风水宝地立足 那就必须给自己多找几个掩护 多安几个家 万一严敏这里暴露了 自己还可以有别的地方藏身 所以自己还得再多找几个女人 最好还是重庆当地的人 于是他跑到了征婚处就进行征婚 当年27岁的他 因此结识了43岁的秦职碧 秦职碧也是离婚带孩子的 只不过他的女儿比张军 其实小不了几岁 但是张军本身就是为了寻求掩护 所以根本也不在乎秦职碧的条件如何 于是阔少爷小鲜肉张军 开始了对秦职碧的狂轰乱渣 最后秦职碧竟然也真的对张军以身相许 然而某次秦职碧的女儿来家里探望母亲 不料见到了家里的张军 张军见其女儿年轻漂亮 便开始了各种挑逗勾引 最终女儿也沦陷了 秦职碧知道之后 大发雷霆 将女儿送到了北京去打工 不再让张军接触到他 但同样张军也再次翻了脸 和对阎敏一样 威逼秦职碧成为自己的团伙成员 而秦职碧最终也真的成为了张军的左膀右臂 每次都跟着他出去冲锋陷阵 作案之后又充当保护 将张军窝藏在自己的家中 用本地人的身份躲避搜查 阎敏和秦职碧的入伙 让张军觉得这个方法简直是太完美了 于是她开始在重庆各地培养情妇 并招纳其进入团伙 杨敏艳重庆人 是张军在一个舞厅跳舞的时候遇到的 据说当时的杨敏艳是整个舞厅最年轻漂亮的 有很多大款都在打她的主意 张军对她一见钟情 前两个情妇和她相比 用处远远大于感情 所以张军再次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化名龙海利 希望得到杨敏艳 而杨敏艳说 想在一起可以 但是得结婚 可不能不买票就上车 张军为此特意跑回了老家和妻子去办离婚 这相对于严敏打算结婚时来说 真的是天大的付出了 之后杨敏艳又说 结婚之前要拍一套美美的结婚照 当时身背十几条人命的张军 二话没说 拉着杨敏艳就去了照相馆 而后来杨敏艳真的被张军打动 两人结了婚 并且给张军生下了一个女儿 后来杨敏艳在得知了张军做下的事情之后 除了震惊之外 更是被她冒着风险取自己的行为所感动 于是自愿成为了张军的左膀右臂 帮助张军运输工具 但是双手并没有染血 全红艳 重庆人 原本是出租司机 张军打车的时候与之相识 当时的全红艳刚刚离婚 张军在一番花言巧语之后 谎称自己想学车 希望全红艳可以交他 并且提出交车期间 出租车正常打表 该付的学费和车钱 哪样都不会少 但是说是学车 实际上不就是创造机会两个人聊天吗 于是几次之后 全红艳开始对张军好感爆棚 两人开始了同居 之后张军顾忌重施 再次威胁全红艳入火 并要求他向一名无辜的青年 持谢袭击 待全红艳完成之后 自知没有退路的他 便也开始死心塌地地跟着张军 全红艳是整个团伙中最有文化的人 是个大学生 当他入火之后 做了张军的军师 主动为其谋划了十余起抢劫 并且跟着团伙一起行动 陈乐 湖南人和严敏一样 也是封尘场所的小姐 1999年的下半年 张军在光顾的时候结识了陈乐 当时的他23岁 年轻漂亮 于是张军化名陈强 开始追求陈乐 并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于是陈乐开心地从凉了 到了新房子 成为了张军的情妇 而这间房子 也成为了张军此后的重要据点 每次买了新鞋之后 都会囤放在房子的密室中 而且也会在作案之前 召集团伙成员到密室开会 而每到这时 张军总会打发陈乐 外出去给兄弟们买东西 所以直到张军团伙 落网被捕 陈乐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以及他做过的事情 甚至不知道屋子里 还有一间密室 跟着张军的五个情妇中 除了陈乐 都是其团伙的主要成员 而其他的男性团伙成员 也都是张军 以及四名情妇的亲属 几乎都是被张军相中后 带出来介绍团伙的情况 然后威胁其入伙 否则就灭口 而在其答应入伙之后 张军就会马上策划作案 让该新人在作案中 纳投名状 具体的大家可以参考 全红艳入伙的经历 就这样 张军成立了一支 关系纽带非常紧密 同时制度要求 非常严苛的团伙 我们刚才讲到 他对自己人也很苛刻 张军在管理团伙的时候 非常注意自己的权威性 如果有成员犯错 他就会非常严厉的惩罚对方 例如曾有成员作案时 不慎将车撞坏 张军马上大怒 让其赔付八千元罚款之后 滚出团伙 该成员明白 滚出团伙的途径只有一种 于是马上跪地求饶 但是张军始终一言不发 最后 该成员无奈用菜刀 当着所有成员的面 实欠下了自己的一节脚趾 张军才严肃地拂袖而去 这使得团伙成员 对于张军是极度畏惧的 凡是他要求的 没有人敢不听 张军的反侦查能力 配合上成员的强执行力 这个团伙躲避抓捕的能力 就非常强了 那么这么一个恐怖的团伙 到底是怎么落网的呢 由于张军团伙多年来流窜作案 整个社会的舆论 对于警方都不太利好 于是当时涉案省份的警方 进行了联合 对于破案进度 全都监口不言 秘密地开始对所有案发现场 做一次又一次的走访 勘查和分析 到2000年的时候 警方已经基本确认了主谋是张军 但是一直找不到他 2000年6月19日 重庆再次发生了血案 在这次追踪调查的时候 警方分析判断 认为有一个女人很可能和张军有关系 该女子名叫杨明艳 10年28岁 于是警方偷偷地跟踪了这名女子 并在他们家的门外 开始蹲点埋伏 9月13日 杨明艳突然外出 并且携带了部分行李 警方判断 其很可能是要逃跑 于是蹲点的警方立刻出动 将其控制 经过审讯 杨明艳承认了自己与张军的夫妻关系 并说他曾在5日见过张军 张军因为没钱了 所以卖了一辆车 得了6万 于是警方判断 张军此时应该就在重庆 于是便暗中夹打了侦查的力度 9月19日晚上8点 警方得到神秘人举报 说有一名湖南口音的男子 联系了一名姓全的可疑女子 说今晚9点 在上次下雨的地方 交一包东西 警方根据杨明艳准备逃跑的时间推测 上次下雨 肯定不会是很久之前 应该就是在8月底到9月这段时间 而全姓女子所在的是重庆的渝中区 既然是街头交东西 那么如果湖南男子真的是张军 大概率全姓女子的位置应该是一个据点 所以约定的地方应该也还是在渝中区附近 由于距离9点只有一个小时左右了 所以警方一刻没有耽搁 立刻联系了气象部门 发现8到9月整个渝中区只有两个地方下过雨 一个是观音岩 一个是南极门 于是警方立刻出动 赶到了这两个地方不空蹲点 9点50分左右 一名男子走到了观音岩处 而全姓女子也出现在了附近 男子走过去 从女子的手里接过了一个旅行包 刚要回头离开 三名警察从三个方向 一拥而上 男子反应其快 右手向腋下伸去 其中一名警察见此 下意识地将男子的右手反锁 夺过了其已经握在手里 准备掏出的血 在将男子制服之后 警方打开了旅行包 发现里面共有178颗花生米 同时还有一枚开篇铺垫过的可膨胀的金属球 后经证实男子身份 其正式系列抢劫案的主犯 张军 张军落网之后 警方顺腾摸瓜 陆续查查了其团伙的几大重要据点 最终将涉案主犯共18人全部逮捕 缴获各类管状蟹28只 各型号花生米3077法 球状蟹两枚 以及各类蟹的配件若干 最终以张军为首的共18人的犯罪团伙中 有14人被判死刑 有一人因为加入团伙的时间不长 并且作案过程中失守 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被判无期徒刑 有一人未参与作案 只是去帮助张军偷盗花生米 被判无期徒刑 有两人未参与作案 在团伙中主要是帮助张军运输和藏匿泄的 被判死缓 这里面就有给张军生下过女儿的杨明燕 而陈乐 由于其对张军团伙的事情毫不知情 只是无意中为其团伙提供了据点场地 于是被判了九年的有期徒刑 至此此案完结 由于篇幅的问题 事案的一些细节呢 没能一一的展开 但是大体该说的 我觉得已经介绍的比较全了 如果有想补充的小伙伴呢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补充 既然小伙伴是借由 除暴这部电影 推荐给我这个案子的 我也想角度刁针的谈一下 我讲完这个案子的感想 从张军的这些死心塌地的情妇来看 除暴这部电影让吴彦祖出演 暂且抛开他的演技不谈 仅从颜值上 这个选角真的是相当的好了 当然这部电影呢 我还没来得及去看 也希望还没有去看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在听完我讲这个案件的原型之后 能在看电影时 有更多不同层次的感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 欢迎点赞 关注和转发 多谢我们评论私信与我互动 YouTube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黑白夫妇 愿暴力见面 环与安宁